很多親自身體是阿公帶到這個孫子 來透過台南家庭教育中心的幾月出外參與到月燈 無關是學生在那上還是到觀光工手來求責做體驗都相當的發育 於今年開始只要補免的家庭教育中心的月燈還是客廳 透過台藝的素餘一點點是一個點數可以對多點問票 先加入我們談談是家庭教育中心的LINE 那上完課程之後我們會提供QR Code 大家掃描QR Code之後就可以獲得1點 那在今年年底前只要你集滿10點 我們就可以兌換一張十股堂場的門票 台南七拍招在家庭教育提供每年我們幾月的很多包括 親主以及婚姻和倫理在不同的主題 免許外党給民眾來參加 今年家庭教育中心提出的愛的數位集點卡 就是希望欺騙更多民眾來參與外党 也是蠻廣的像家庭教育中心 包含親子、親子教育、婚姻教育 然後或是祖孫之間的待天教育 這些都會含掛在我們的課程跟活動裡面 那我們每一場就是我們每一場活動訊息出來的時候 如果它是可以指定課程是可以兌換的 我們都會在活動訊息上面 然後清除的序民來參加這一場是可以兌換成集點卡的 提供這期起到今年的年代為止 只要加一個在南市家庭和由中心 來的寬風小河 參加家庭和由中心所來辦理的既定 外党和客庭就能參與到點數的理解 那集了10點之後就可以換這個 十股仁德我們唐廠的文貿園區的門票 那換的時間是從現在開始只要滿10點到113年的1月31號前 都可以到我們的家庭教育中心西南服務處 也就是中西區的公園路 或者是我們西北服務處 我們的新泰 我們新營的晴漢街 也是我們的工程國小裡面 然後來做這個兌換的動作 至於家庭和由中心的相關客庭和渦東 可以從中關注台南市家庭和由中心的FB萬約 今天新聞和大家分享台南菜方法